小姐, 為甚麼我們要來華山呢? 我又完成曲叔叔唯一的生活 曲叔叔臨死的時候 我有本少爺江湖的曲譜在令狐聰 我總算是曲叔叔的音律伴的傳人 我不想他在曲從此失傳 曲長老的曲譜 怎麼會在令狐聰的手上呢? 曲叔叔說過 如果我們有機緣的話 就會合奏那支曲 或許這個人他精通音律吧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華山牌見不久 不可能被人報到的 你放心, 我一定帶他回來見你的 這次你輸了, 一定要跟我下山 就算我今天死在這裡 我也不會跟你去的 朕如風化二殿, 出手於無形 你是誰? 動敵仙姬, 攻其無備 請問前輩高姓大名 我應該會想問我 你是不是不想要是哪個 有什麼事? 我們想要把你的事 你選了嗎? 你選了嗎? 不可能是嗎? 我不會覺得你 我不會想要是誰? 我不會想要是誰? 不可能是誰? 我覺得我會想要是誰? 我不會想要是誰? 我不會想不想要是誰? 不可能是誰? 我不會想要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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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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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表妹 替我入门他 为何镜与整天叫你来买酒 不叫凌胡大哥来喝酒? 就是他不能来喝酒 我才要替他买酒 当然是他上一次喝醉酒 让你师父罚他不准来喝酒 何止不让他来? 还罚了他上司过崖 那你这个师弟也算了吧 不用再说 好酒, 好酒 我本来想请凌胡兄去宅仙楼 痛痛快快喝一餐 大哥就知道你被人罚了 在这里师过崖 那没办法 唯有在宅仙楼拿两瓶酒 和你好好喝一杯 一百三十年的旧酒 蓮兄, 我听说 在宅仙楼是藏有成年旧酒的地方 而且最新的酒 起码最少一百年 现在就没了 怎会呢? 其他的酒被我打破了 蓮兄, 这样太可惜了吧 物以罕为贵 如果有钱, 谁都能喝到的东西 那算什么稀罕? 是, 送给令胡兄的东西 一定要是稀世其质 田兄的后裔, 小弟心灵 不用客气 令胡兄 其实这次来 除了和你喝酒之外 我还想请你去治一个人 治人? 我不会治病的 不过这个人的病 是你才能治病的 什么病? 上司病 哪有些傻人为我而相思 是呀, 比我的师父天下最大的傻瓜 田兄 如果你要跟我开玩笑 我不介意 不过, 你用二林师妹开玩笑 我会对你不客气 我不是跟你说笑, 真的 是呀, 我的师父现在日思夜想茶饭 不思, 屁黄不秀 丹思成狂, 伤思成病 还有乙无论子 乙? 那这层我就不多觉了 我是说你 我? 我? 令狐兄, 你自己去看看 就知道是真是假的 我不去, 你一定要去 我为什么要去? 那请雪田某无礼, 我要绑你去 就算我今天死在这里 我也不会跟你去 不要说个死子 我和你兄弟 怎会弄得性命相搏呢? 不如我们打个赌 好, 怎么办 我们打三十招 如果你能够接得到我三十招 我走 如果你接不到, 你跟我走 好, 我答应你, 接你三十招 好 好 冤枉服输, 跟我下山 田兄, 我答应过你接你三十招 我不要说输了之后要跟你下山 人如其名 他名字有个胡子 他人都像狐狸那样狡猾 我们再比试过 这次你输了一定要跟我下山 我现在又不想打着了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我会再来找你 不送了, 田兄 好, 走 札如风快而言, 出事丟臉 札如风快而言 你是谁 奉敌仙姬, 攻其无辟 請问前辈的高姓大人 你不用多问 你想破的人刀法是吗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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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真是华山的声誉 那难道华山派的招式 就打不过那个贼小子吗 不是, 只不过我 华山招式之中 白虹、冠日、有缝内依、金银橫空 这招式都可以破他的刀法 前辈 前辈, 我刚才洗過了 不知為甚麼 你真是食股不法 兼死的人是生的 把这幾個招式拆散來用 要穩、要准、要勁、要狠 攻敵之不可不咎 反客为主, 著著著佔 那他的刀法 到时就不攻自破了 是甚麼 把招式拆散出来 前辈 当我是田伯光, 出招 今晚会放肆 太慢了… 出招之前已经露了破綻 很容易被对方看到你的弱点 蔡大哥 是, 要疾如风、快如断 出手于模型、有如水銀卸地 没错 是 如指可教 多谢前辈指点 前辈… 太好了, 有人要罚杂馬 原來你在搞鬼 是 這麼好用就活該吧 陸師兄 我… 別管他, 你為甚麼搗蛋 小師妹, 為甚麼你整天都幫著他 好笑, 不幫著他, 難道幫你 你… 大友, 你們兩個在吵甚麼 師父… 陸師兄, 人家教林師弟練劍 他在搗蛋 不是呀 師母, 我想嘗試林師弟的反應 夠不夠快 師父, 他老人家常常說 練劍一定要眼明手快 盡能攻, 退能守 師父, 我說得對嗎 對 不過你不應該在那裡搗蛋 應該正正經經指導平之 是, 師父… 陸師兄也是想弟子練好武功 你說人口多 應該多些向師兄教 不過我看來氣虛看來 在基本練功那裡不夠刻苦 是呀, 本來大師兄 就叫他在基本功那裡練好才練劍 但是… 多謝你 大友沒有多謝 聰兒這樣教是對的 遇劍而無遇劍才行 不能刻地更可傷身, 你知道嗎? 是, 弟子永記 以劍為勇 氣是主, 劍是重 氣是光, 劍是木 氣是… 不化… 前輩, 我不群這麼驅泥不化 連教出的徒弟也這麼驅泥不化 前輩, 晚輩雖然很佩服你的武功 但是希望你對我師父客氣一點 而我對他客氣一點, 他賠嗎? 以他這種微末道行 華山派的英明遲早斷送在他手上 前輩, 晚輩雖然自知無能 但是你再沒有用我師父的 我只有以死相平, 以保華山聲譽 俄北群唯一有眼光的 就是收了你這樣的徒弟 不過可惜 一塊美玉被一個三樓的工匠租賊了 你這樣說甚麼意思? 那你也不明白 我說你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 只不過沒有明師指點 那我教你武功 萬輩身為華山派的弟子 不可以領頭別派, 欺師滅祖 和我學武功, 怎麼算是欺師滅祖? 前輩是... 如果我沒有資格 那華山派也找不到誰有資格 莫非...莫非前輩是華山派的人 請問前輩高姓大名 請問前輩? 改天美 青日派的人 青日派的人 歸而非不慈勃骨一倍 莫非前輩是我師父的師叔還是師伯 我不是這個師爩 為甚麼… 為甚麼我師父以前不是提起你的名字 華山的恩怨, 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二十五年前, 華山是分為劍氣而宗 一派是以氣為主 主將以氣為劍, 就稱為氣宗 我明白了, 即是…就是師父的派 另一派是以劍為主 主將以劍為剛, 以氣為木 則視為劍宗 由於主將不同, 各不相約 於是就在玉里封場, 展開一場大火拼 不斷 你們劍宗一派逃避 不斷 以後, 你們劍宗派的子弟 就要尊崇氣宗為華山派的正統武術 學習以氣為主 以劍為用, 主客分離 要尊崇氣宗 就要尊崇氣宗 他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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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薄的門戶之見 和派系之爭自相殘疾 這件事江湖上雖然不知道 但是我就畢生難忘 太師叔, 當時為甚麼你不阻止他們 當時我在華山 等我趕回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眼見華山派的弟子自相殘疾 我練心灰意 於是我就決定再不理華山的事 從此歸人 為甚麼差這麼一碟? 我已經煮成了 不是呀, 你數一下 我們明明拿出六碟出去 應該剩下四碟的 現在剩下三碟 去哪兒呢? 會不會有野狗擔了去? 不用這麼刻薄, 就我是野狗 是你嗎? 就是我 你做的菜真不錯 你快點走吧, 我師父快來了 看來你真是關心我 我這麼大人 除了我媽媽之外 我最關心我的也算是你 你別亂說話了, 快走 我走? 那你不想知道你的令狐師兄怎麼樣? 令狐師兄他怎麼樣? 他就慘了 他被師父打斃了腳 現在只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時候 是 令狐師兄他… 你騙我 到底令狐師兄怎麼樣? 我沒有騙你 他真的被師父罰了 被師父罰他想屍過癌, 面壁屍過 一年之內不准離開 我說叫他一起來看你也不肯 那你說了, 跟狐師兄有甚麼分別? 我還以為令狐師兄發生意外 如果真的你這個令狐師兄有甚麼意外 你會怎麼樣? 不跟你說, 你快走吧 你不走 你快點說 你跟田八光到底有沒有關係? 弟子跟田八光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還說謊? 我明明親眼看見你跟他聊天了 我沒有跟他聊天了, 我只是叫他走 師父, 師妹他… 不讓你出聲, 別叫你理會這件事 你跟田八光在一起都不馬上報告給我 你還放他走? 沒聲音出來, 你分明跟田八光有關係 弟子沒有, 師妹 兒林一向都很守規矩 我想他跟田八光不會有關係的 有沒有關係, 要問他才知道 他跟田八光這個淫賊在一起都不動手殺他 根本就是罪無可算 我一定要罰他的 師妹, 照我看兒林只是一時無徒 你既然罵了他一頓, 就這樣就算了 師姐, 怎麼可以就這樣就算了 我們恆山派百雲公一向門規敢言 如果我們這次就這樣算了 他就會越來越放肆了 不行, 我一定要罰你的 兒林, 你聽著 我要你每一天 斬十瓣柴, 斬十瓣水 所有師姐妹的衣服 你肯定負責清潔了 你還要去後院耕田種菜 師父這樣罰你, 你服不服? 好, 病者心服口服 清清… 清清 你找誰? 我找清清 我不是叫清清, 我叫二林 你不是叫清清? 但你的樣子為何這麼像她? 清清是你貴親 清清是我老婆 何和尚也有老婆? 何和尚不娶老婆嗎? 我就是為了我老婆, 只要做和尚 你真的不是清清? 我不是, 你娘才幾大年紀 我們成親的時候她是三十歲 不過她跟人說二十二歲而已 那你們成親有多久? 二十年而已 我今年才十八歲, 又怎會是你娘子? 那倒是, 不過我看真的很像 她很喜歡用左手梳頭 好 你可不可以讓我看看 對了, 我認得了 這把梳是我送給清清的 你怎麼得來的? 我小朋友的時候 師父給我一個是我的 叫我好好保存 叫你好好保存?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真的十八歲? 我知道了, 你是我的女兒 你是我的女兒 請問大師, 閣下的法號是怎麼稱呼 不覺上閣下, 叫我畢戒和尚 原來是畢戒大師 那又何以見得, 怡琳是你的女兒? 她像我老婆 我老婆喜歡用左手梳頭 她又用左手梳頭 十六年前跟我老婆分手的時候 她兩歲大, 現在她十八歲大 那她不是我的女兒是誰? 大師, 請問你出家有多久? 我出家有多久, 又關你甚麼事? 總之她是我的女兒 很有關係的 一個出家人怎麼可以娶妻生子? 你有沒有在這裡招搖撞騙? 你以為我招搖撞騙? 大師, 你不要誤會 我們只是想搞清楚 因為這件事是不可以兒戲的 你們不要問長問短 她都說撿回來養的 現在她媽媽丟下她 怡琳, 別跟她說了, 爹爹走 有得無禮 單憑大師幾句話 都不能證明怡琳是你的女兒 沒錯, 主要用左手梳頭 很多人都是 有時候我都是用左手梳頭的 難道每個十八歲的女兒 都是你的女兒 至於那隻梳 沒錯, 是我撿回來的 大師, 那你還有沒有其他證據 可以證明怡琳是你的女兒? 有了, 我記得她媽媽很喜歡 在這小孩的衣服上有個福字 你們有沒有發現她的衣服有個福字? 這樣也不能證明甚麼 又不能證明? 我記得她小時候我很喜歡跟她洗澡 我記得她左邊大腿那裡 有個福字 你們不信我讓你看看 你不用看 她是你的女兒 想甚麼? 師伯 我心很亂, 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那畢戒大師, 他有沒有說過想怎樣 他說叫我跟她走 不過我不捨得師父 不捨得兩位師伯 更加不捨得所有師姐和師妹 從小我就在這裡長大 一向我當這裡是我家 但那個始終是你親生父親 而且你失散了這麼久 你們也很應聚一聚 我也想 不過不知道師父老人家他… 師妹不是一個瞞不講理的人 她其實很關心你的 如果你怕開口, 我可以跟你說 麻煩, 乖女兒, 吃點肉 來, 我來喝一杯 師父不准我喝酒吃肉 師父不准, 爹准就行了 來, 跟爹喝一杯 好, 伯女兒, 你知不知道爹 為甚麼叫不戒和尚 不戒的意思是甚麼都不戒 有酒照喝, 有肉要照吃 有女兒把他拒絕 要每一切, 怎樣做人? 人真沒樂趣, 不如死毀了他 是吧 爹, 我想問你 甚麼? 你和娘怎麼分開的? 和你娘? 以前我們…和你娘就… 別問你這種事, 都生氣了 有時候有機會再說, 喝一杯再說 喝吧 來吧 伯女兒, 這一杯… 來… 和尚我見得多了 沒見我這麼大膽, 這麼好色 他…他…他甚麼? 我辛辛苦苦想華山幫你找個心上人 他不肯下來 你也不用這樣作賤自己 和那個臭和尚在那裡哭哭哭 你別胡說, 他是我爹 是嗎? 伯女兒… 為甚麼你有了心上人? 快點打給爹爹見一下 爹, 別聽他亂說 師父, 你甚麼不承認 他的心上人就是華山派的令狐聰 好 你叫我女兒做師父 那我是不是你師公? 你不要一直拿我便宜 我田柏哥不是太老了 是呀, 敢在師公面前放錢 你再說一次 爹, 別吵了 你說懂得令狐聰嗎? 那你還不帶來見我? 我做甚麼事要聽你說 那倒是, 沒理由聽我的話 你敢敢輸賭嗎? 我田八江, 天不怕地不怕 賭甚麼?賭你的甚麼 賭…賭就賭, 怎麼賭呢 這裡有一隻鞋子 如果我將它拋上天的話 跌下來的時候 你說鞋底向天還是鞋面向天呢? 鞋底?我說鞋面? 鞋面, 看著來了 我都說鞋面向上了 現在你輸了 懸賭就服輸 你呢? 我去喝水 喝水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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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點了你的死瘀 喝了我的毒藥 一定死定了 爹, 你放過他吧 不放他這麼容易, 懸得就復書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想死的話 就聰明一個月之內帶靈胡聰來敬我 如果不是的話 一定肚穿搶樓, 獨發失望 好啊, 寶貝, 這盤褲花很漂亮 這盤叫做蟲針紅, 是生長在高山盡領 參風宿路, 保氣有品種 這盤呢? 這盤叫做綠衣紅牆, 是經過多年雜膠而成 你看看它, 它很難得開花 一年之中只是開十日花 所以誘鳴千金不營 這次來到這裡見到這麼多稀有品種 何妄自行 為甚麼你知道這麼多? 因為我爹 林師弟, 原來你不單止對飲茶有認識 那菊花也這麼認識? 不如你只帶我種幾盤吧 但我不要普通那種 最好有三種顏色的菊花 不如要夠七種吧 真的有嗎? 七盤放在一起就是 去那邊看看 滄海 林師弟 你不讓他打的 林師弟 你出去, 今天我要為我父母報仇 是… 林師弟 看你去, 繼續喝酒 我一生人最笨的一件事 就是以為林家的辟邪劍法 是了不起的武功 原來不來而是 你又打殺了我 殺死我兒子 我沒那麼容易被你死 月三海, 你要放掉他了 走開 入了華山派就有人包補我 走 你這麼低的功夫 我現在就是站在你眼前 你有本事殺我嗎? 你這個老奸賊 我如果要殺你 就像殺了一隻狗一樣 滄 三海 如果你要殺他, 才殺了我 你回事, 走開 我不走? 老奸賊 如果你殺我 我爹會幫我報仇 傳華山派的人都會以你為敵 我給你面子, 今天不殺你 不要再讓我看見你 走 走 娘, 我這輩子都報不到你們的仇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我跟他們的武功相差這麼遠 武功十年 就算二十年, 三十年 我都是報不到仇的 父母之仇不共大跳 既然我都報不到仇 我不如死掉他 老奸賊 你不要這樣 你放開我 既然我都報不到仇 我不如死掉他 你不要死 我不死有甚麼用 我一輩子都報不到仇 永遠受良心雜備, 受世人此兆 我一定會幫你的, 你不要這樣 我...我一定會幫你報仇的 難道你由得如滄海, 燒魚發海嗎? 你聽我說, 我們一起練好武功 一起去報仇 好嗎? 寧永... 寧永... 煎兄 你又來找我, 到底有甚麼事? 好, 舊事重提 請你下去見我的小師父 煎兄, 我已經跟你說過 好, 就算我死在思過崖 我都會跟你去 你走吧 這一次, 如果你不下去的話 我就死在這裡也不會走 煎兄, 你整天都要我跟你下山 到底有甚麼原因? 我不是跟你說過 帶你去見我的小師父 解決傷屍之苦? 煎兄, 我又不是三歲的弟弟 我怎麼會這麼容易相信你? 是呀 你當我田伯光是甚麼人? 我雖然是好色成性 但是從來說話都是一有一義就義 如果我有說半句謊話 我就諸苟不如 煎兄, 說小弟失言 好了…我又不妨坦白跟你說 其實我又被人死了 又喝了毒酒 如果我帶不到你去見兒林師父 那個人就不肯被解約我 不過我這樣跟你說 並不是叫你可憐我 而是要你知道我這次非帶你去不可 我看你沒那麼容易 那如果你不肯去, 我要抓你去 你的劍法進步了很多 好…不用說了, 別說了 你去下山靶吧 這樣也未必… 看起來你的功夫跟我還差很遠 乖乖地跟我下山靶吧 要殺就殺, 無謂說這麼多話 怎麼這麼固執呢 一來華山派根本就沒有高手 二來你們華山派的功夫根本就平平無奇 你就算多學幾十年也不是我的手腳 你去下山靶吧 你去下山靶吧 太師叔 太師叔, 那你是… 笨才, 你到現在還沒學會 活何會用這個道理 華山派的武功未必像你說的那樣沒用 令狐聰, 首先你要用白鴻觀日 獨劈華山, 有風內夷, 金顏橫空 然後轉為截手星 一直使得他金鼓齊名 記住…還要他好似流水行運 任意為之 我看看他又能夠擋你多少招 你把招式都說出來了 那我就還贏了他, 何必打他 田兄, 請 你自己拿你辛苦, 別怪我 來 如果你不跟我陸生… 笨才 難道那次金月的本堂 一定有劍才能用劍嗎? 殺了他 弟子 師叔 田伯江放過很多次 在群玉院也有救過我 我不想殺他 你只是點了穴道 憑他的武功在十二個時辰之後 就可以自動解開 到時候也不一樣脫身 我剛才就贏了他 你只是僥倖得勝 再鬥一次, 你一定輸了 走 我不想做些畢業之事 跟我來… 我現在教你一套劍法 不過在十二個時辰之內 要你學好劍法實在強人所難 學不學到就看你的誤性 如果你學不到, 明天也不用打了 索性乖乖的跟他下山靶 太師叔, 如果我在十二個時辰之內 我寧願讓他刀殺死和跟他下山 好, 那我就教你獨孤狗劍 獨孤狗劍? 當年創這套劍法的人叫做獨孤求敗 他老人家畢生想求一敗而不可得 可見這套劍法是伶俐無味 這套獨孤狗劍一共有九色 分別是總缺色, 破刀色, 破劍色, 破槍色, 破變色, 破索色, 破掌色, 破氣色, 破箭色 田伯光用當然是刀, 我就教你破刀色 其他的我就教你口拳 以後有時間你慢慢再練 你別看只是一色 要練好他也不容易 老夫練了二十年 到現在我都不敢說我領略其中的要子 彭小叔, 你學了二十年都學不到 我十二個時辰怎麼學得了 獨孤大校創這套劍法 主子就作為一家夢門寺 你這麼好之質 正是練這套劍法的好材料 不過這套劍法不是華山的, 你敢不敢練 我師父說過他山之石可以供玉 我想我師父不會介意的 我傳授劍法給你的事 可以告訴別人, 包括你師父在內 我不想再見華山派的人 這件事我絕對不會宣揚出去的 那好吧, 現在我就教你獨孤狗劍 你怎麼說呢?領略了多少? 只是領略其中一、二仗 不錯的了 你已經背熟了所有的劍決 以後有時間慢慢再練 一定會有成果 記住, 獨孤狗劍的要訣就是 以輕如重, 以快制慢 以無招勝有招, 知道嗎? 太師叔, 讓我打招了田伯江 明天再向你警告 以後我不會再見你了 太師叔 你不出去, 你快點出來 我要跟你拼命 一切就靠你自己了 出去吧, 出去 是 林胡宗 如果你再不跟我下山的話 我就不客氣了 刀劍武情, 如果打傷了你 你千萬不要怪我 田兄, 何必苦苦相逼 在下也不想跟田兄過不去 不過, 如果田兄一意孤行的話 小弟唯有奉陪 我們今天是單打獨鬥 誰也不准幫忙 那當然了 田兄, 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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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兄一時疏忽 只有被小弟佔上風 不用說了 我田伯江知道我今生今世 都不用再打得贏你了 田兄, 勝敗了兵家常侍 我曾經多次敗在你手上 這次接駕的僥行得勝 豐老前輩見法如臣, 在下實在佩服 田兄, 你怎麼知道太師叔是... 華三見派除了一代高人, 豐青陽老前輩 能夠在一天之內 嫁到令胡宗的見法大盡之外 其他沒有人可以做得到 不過我真是想不到 原來豐老前輩仍然在身 公太師叔已經隱居多年, 不問世事 這次田兄下山 請不要把你的事跟人家提起 小弟感激不盡 令胡兄, 那你不如殺了我 殺人滅口更好 田兄, 當日你的武功遠勝於我 曾經多次手下留持 我怎麼可以以怨報德呢? 這次我叫你的手臂是誠心相求 並無威逼的意思 好, 我答應你 謝謝… 說起來, 實因性命有關 所以才屢次相逼 沒辦法了, 以我敗在令胡兄之手 唯有告辭 請 太師叔 剛才看你的劍法 你已經領不到獨孤九劍的要旨 以後就要好好練習了 太師叔不但救了弟子的性命 而且還把上城的武功教了給我 此恩此特, 沒此難忘 太師叔… 好事為止 太師叔 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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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師父, 外面有幾個五惡劍派的人 有請 是 不用醒了 是 嵩山派的六魄兄 還有泰山派行山派的魯煉榮 玉欽子 兩位 請 跟著這兩位不用我介紹 風師兄, 勝仙 大友, 風茶 是 不用了 鵝不騰 當年你師父利用陰謀詭計 散入本派掌門之位 我現在已經品名了五惡劍派的左盟主 那當五惡令旗執掌華山派…